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鄭老師 今天我們會講西漢的歷史 會講漢武帝的治國思想 首先,大家都知道漢武帝是用獨尊穴術法的絕法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原因就是漢武帝的思想是比較適合他的 第一個方面就是政治需要 為什麼呢? 講政治需要就是講漢初和漢武帝之間的不同 漢初就是漢高祖、劉邦、文帝、景帝的時期 漢初的時期其實都是用一個叫黃老思想 無謂而治愈文休息 原因是想恢復當時循活漢初時的國歷 當然想當時的大臣,例如曹參和陳平等等 都是黃老思想的主持人 雖然黃老思想帶來文警之治 但其實畢病重生 越來越多的問題出現了 所以就不適合當時漢武帝時期的統治 以下有三個方面可以看出是畢病重生的 第一方面就是兇禄的問題 漢高祖其實在劉邦時期已經曾經出擊兇奴 不過最後大霸於平城 這件事叫做白燈之位 至此之後漢高祖只可以和兇奴和親換取和平 到了漢武帝的時候 其實兇奴都一直是一個威脅 所以他不需要再等待兇奴政策 而是希望主動出擊兇奴 第二方面就是關於政治危機 原因是因為漢初正在執行棍國制 即是分封在行中央集權制 所以當時就分封了一些諸侯和 而諸侯和隨著時間的演變開始慢慢坐大 慢慢減平了大量的城前或土地 所以到了文帝的時候 這位大臣叫做解怡曾經已經出現了一個說法 就是要去削弱諸侯王之力 到了景帝的時候 大臣朝楚更加提出削法 但很可惜當時引起了一個諸侯王之亂 就是吳楚七國之亂 到了漢武帝的時候 諸侯王仍然是坐大 所以必須要將這個無謂兒子 改為有違去解除政治危機 第三方面也是對內方面 就是一個社會危機 原因就是因為 這個比較長時間的無謂兒子之下 出現了地方上面的豪強坐大 他們開始兼聘一些土地 令到農民很辛苦和要流亡 所以在漢武帝上場的時候 面對的就是漢初遺留下來的問題 所以他需要行一個新的政策 改這個無謂有違的政策 積極入室處理這些政治問題 所以就不可以再用無謂而治 就要用積極有違儒家思想去鞏固他的軍決 以及配合他當時的政治需要 第二個原因呢 其實因為漢武帝個人的經歷 因為他早期的教育 其實是受到他的舅父 田份 以及他老師王座的影響 原因就是因為這兩位 其實都是一個漢學生 所以他自由也是受到瑜伽的分討 喜歡漢學 因為在這個以漢木演之下 他就開始覺得漢學是非常適合自己的統治 例如他有專軍愛國 禮教 所以到他上場之後就大興漢術 就是重用漢術 第三個原因 是因為有一個人提倡給漢武帝 用漢術的 那就是董仲書 漢術董仲書提出了天人山策 其中也提到要用獨尊漢術霸絕白家的方法 令到軍權提升 當然為什麼要用儒家呢 儒家其實有幾個概念是幾個統治者 例如軍權神獸 專軍愛國 講求禮教 正名分 大一統 三江五常 這些其實全部都是一些倫理道德 有助當時的社會有道德的教法 而且可以配合在統治 所以就非常適合當時漢武帝的思想 最後一樣 當然是其他家其實都不適合漢武帝 例如 道家 例如道家就是當初漢武帝 之前的漢初時期用的黃老思想 看到黃老思想之下其實都不合時 甚至引起了大量問題 所以不適合再繼續用道家 另外就是蜜家 其實蜜家去到戰國時期已經開始吃味 加上蜜家說的例如兼愛 非公這些都不適合漢武帝時期的中央統治政策 都不適合集權 最後就是化家 化家思想 經常導致巡忘 所以當時的漢人都不希望再用化家思想 第二部分就是關於漢武帝的集權措施 以下有幾個 第一個最出名的就是內朝 因為漢武帝其實都是想削尚權提高軍權 內朝的設定其實是對付出面的 一個以承尚為首的外朝 所以它是一個抑壓上權的措施 從而希望以它提升軍權 它是一個攻中決策的機構 內朝 怎樣做呢 就是簡選一些親信大臣賦予他們的職行 例如示宗、給示宗、上書 就可以進入內朝 遇文定時 以及參與決策 這是第一個削尚權的方法 第二個方法就是用一些 身份比較低的平民去敗相 因為本身漢初大量都是一些功臣做宰相 但去到漢武帝時期大部分的功臣都死了 甚至漢武帝想提升軍權 所以用一些比較平民的 例如公孫雲為上 用他們就可以令到他們苦手聽命 以及每一時間都可以抑制當時的功臣 雖然這兩個方法是有助漢武帝時期 可以集權和抑壓上權 但其實內朝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同學都應該知道內朝的政策 引申出來就是後期埋下了外戚的負政 為什麼呢?因為外戚 例如後期超帝時候的外戚霍光 其實就是用內朝的一個職限 就是大司馬大將軍兼令尚書士 就進入內朝裡面做最高級的官員 加上他後期附政了20年 開啟了外戚附政的局面 後期去到西漢末年的時候 往往都是進入內朝做大司馬大將軍 開啟了再後期的東漢斥患雙震的復旋 所以我看到內朝的職責或角色裡面 其實最後就變成了外戚可以進入 這個朝政去專傳的一個 渡否線或是一個契機 所以內朝的設立其實很影響西漢和東漢 當時的斥患雙震 接下來就會說關於削凡 削凡的針對點當然就是當時我們剛剛說 漢初其實有一堆的諸侯 是非常的開始拔戶 或者不聽中央說話 我們剛剛說了 其實漢初的時候 都有文帝景帝的時候 尤其是景帝都有朝廁說出要削凡 不過最後可惜引起了七國之戀 到了漢武帝的時候怎麼做呢 就是由主婦宴這位大臣看出了一個做法 可以削弱諸侯之力 那個就是推恩令 而推恩令的做法很簡單 就是借這個諸侯 他想到中央立貢的籌金 那些色就不足夠 就是不夠金 所以從而削弱了當時106個的諸侯著位 而我們更加叫諸侯 將他的土地分封被迪象至意外的子弟 就是將封土越封越小 加上他就更加去削他的官屬 限制他的財權 其實諸侯在當時漢武帝的時期 其實已經變了領土越來越少 而且他已經沒有了一個財力 只削了諸侯的名字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權力 所以就不會再威脅當時的中央 可以見到諸侯剩下少許的土地 就已經沒有權 沒有勢了 然後當然就去到地方 漢武帝就是中央集權的手法 都有監察地方 包括還有兩個的手法 第一個就是設立了13州監察區 加一個角色大家記得 就是刺史 刺史就是一個監察官 以六條文字去做監察的標準 就是監察地方的官力 以及嚴格打擊浩強 希望他們兩者不要勾結 所以你當作刺史就是監察地方官 以及浩強的一個角色 不過這裡也要留心一下 其實刺史後期到東漢 其實是埋下了一個伏線 雖然漢武帝設立刺史在監察官 但是到了東漢的時候 同學都應該記得 就是東漢末年出現了黃金之亂 所以最後呢 刺史改名 甚至加了一些權力 就由監察變成軍政財 出現了當時的周末各個的情況 地方出現了一個離心力 除了刺史之外 其實漢武帝更加一次了浩里 浩里的角色 例如有張湯和杜舟等等 這個浩里基本上可以跟我們說的 在秦朝時期呢 是差不多 以利為斯是一樣的 是的 原因是因為他其實 漢武帝表面上 就好像在逛逛 但實際上 都有一些法家精神在 而浩里呢 就是一個 好像一個 好像一個監察 再加一個 執行法律的地方的指節 這樣 所以其實他也是以一個 嚴刑進化的方式呢 去珠除當時地方的豪強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漢武帝針對著 漢瘡遺留下來的豪強實力 其實是用了兩個方法 包括在地方的 十三監察區的適時 以及浩里 接下來就會說 究竟漢武帝怎麼考慮這個官員 其實是比較簡單的 就只是叫他們在這個定期 要上計 就是匯報他們平時的正職 以及要把地方的錢 上供上去 同時漢武帝也有機會 親自巧合的 以上就是漢武帝做的 一些中央集團組織 但是也要留意 其實漢武帝晚年 做得不太好 他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就是 他晚年比較迷信 一定要知道 其實漢武帝晚年 比較猜忌陣下 甚至非常迷信方氏 相信是長生不老之說 這是何武帝晚年的禍害 叫做無故之禍 同學都要知道 原因就是 因為他迷信的關係 後來聽到一些大臣的殘言 認為太子是由一個謀害他之心 就出現了一個叫無故之禍 最後何武帝親自 就刺死了這個太子 令太子往死 後來何武帝查回事情的爭訊 發現自己是 搞錯了 所以就非常後悔 另外 自從這件事之後 他就放棄了羽文真理 以及重新了 重溶憶傷的重要性 和停止攻打兇怒 可以知道 其實晚年 就開始迷信的禍害 影響著他的評價 另外一點 當然大家都知道 其實漢武帝晚年 都是比較窮 跟車極似的 例如他曾經建了金泉宮 以及四出巡遊 去找一些珍奇的寶物等等 接下來就關於 漢武帝的一個很大的成績 就是市人政府 要知道其實 由漢初 甚至去到秦朝 其實大部分的政府官員 都是由貴族去壟斷的 例如漢初時期 其實大部分都是一些工臣 或者是一些宗室 例如蕭河等等 但是隨著時間的演變 很多工臣都死了 所以必須要用一些新的人才去治國 哪一類人好呢 可不可以決定用這個時人 就是讀書人 這個時人也有一個標準的 就是以研習儒家經典為主要的讀書人 就是儒者 才可以進入中央做官 那就做中央或地方上的官 以下會有幾個政策 關於市人政府 政策的意思就是有什麼東西 起了或者出現了 其實形成了一個讀書人 結構的政府 第一個就是太學 在京師設太學 培育一些人才 第二就是五經博士 五經就是私書的易春秋 只要讀這幾個五經的儒家簡直人 就叫做五經博士 隨著五經博士學習的 就叫做博士弟子園 這個博士弟子園在地方上 嚴選五十個優秀的結出的青年 隨著五經博士研習五經 然後就會考核 每一年就考試一次 通過一經以上就是成績優移者 就可以做中央裏面的郎中 如果成績比較適等些的 就可能做地方上的棍手等等的官吏 可以看到五經博士 博士弟子園也好 都可以形容中儒家的學說 儒家已經變成入始必經的途徑 接下來就是儒生拜相 例如最簡單的就是 因為漢初的時候 是因為功臣壟斷了整個仕途 所以他就用平民出生的公孫雲 建起儒生 就由他去清相 古代在漢初之前 在漢初之前 一定是做一些公侯 一定要先拜這個 自己要有一個償位 當你有償位才可以做成相 但漢武帝現在用公孫雲 其實他本身就不是一個償位 他沒有特別的跡銜 所以打破了以前 有一個慣例叫非公侯不拜上 即是如果你不是一些公侯 這些償位 你其實做不到成相 而公孫雲就是先拜上後封侯 他就封了平津侯 然後第五點就是拆舉債 拆舉債其實都是一個儒學 和一個是人政府的組成 什麼是拆舉債呢 首先拆舉債是一個人才量度的方法 就像我們說的科具一樣 如何做呢 就是由中央的三公九卿 或者諸侯 或者地方上的官員 或者棍手 根據儒家的品格 例如宗、孝 這些特質 或者品格 每年去拆舉 地方的兩個職位 第一個叫孝子 第二個叫年齡 每一個就是一個人 然後將他們推舉 上中央的狼處到實習 當看到他們的人才之後 就會跟隨他們的財學 再授貫 所以這個就是很原始時期的 一個推舉制度 叫拆舉制 好處呢 當然 是透過市人政府之後 只要所有的餘生 去讀儒家的典籍 就有機會可以入市 都是增加了平民入市的機會 和參政的機會 和同時間都打破了 看初的時候 功臣和宗室壟斷仕逃 而今次的市人政府 也可以看得出 其實它和儒家的經典學問 是結合的 例如你用五經去考 或者插句子裡面 其實都有一些儒家的因素 例如中、校等等 所以可以看到整個 看初到看武帝自己的政府 是很不一樣的 看初政府是以功臣為主 看武帝政府是以儒心為主 所以整個感覺 是會有一個很大的文字風氣 而且感受到當時讀書人也好 官員都很講求中、義、校等等 是很積極入世的一個精神 而且質素是會比較高的 但另外一個比較不好的點 就是因為春秋戰局 是一個非常多百家思想的時期 但是去到漢的時候 因為已經叫做收索了 只有儒學才可以入市 所以其實不利文化的多元性 而諸子百家讀 其他典學的人都不被重視了 接下來我們會說 學武帝的第三樣的政策 叫做新經濟政策 顧名思義 新經濟政策其實是關於經濟方面 目的當然是開源 不斷賺錢 為什麼呢? 因為學武帝時期是需要大量的軍費 可以去應付當時的北伐兇奴的軍費 接下來我們會說一下新經濟 如何幫助他開源 第一個就是統一貨幣 原因是因為漢初無謂而治之下 有很多棍國自己注幣 你知住的問題是非常之嚴重 而他們的幣值或者本息更加不一樣 成績又不一樣 面額又不符 所以很妨礙當時整個漢朝去進行一些交易 加上其實這個鑄幣 施鑄的問題 其實就形成了當時諸侯或者一些商家 即一些商人從中獲取巨利 所以學武帝必須行一個新的經濟政策 就是統一由國家鑄租 而鑄租成為當時學武帝時期唯一合法的貨幣 由政府統一鑄租 民間是嚴禁施鑄 這當然是可以幫助開源 但同一時間可以想想一些負面影響 其實國家統一鑄租金錢 其實形成了一些問題 包括國家當時也有一個偷工減料的情況 甚至質素沒有民間那麼好 會有一個參差的情況 第二個就是專賣制度 大家都知道古代 鹽、鐵和酒對古代來說是非常之重要的 例如鹽是食用材 鐵是一個很重要的物質 對於當時古代來說 所以全部專賣制度都可以幫到當時 漢政府收到一個很好的金錢 原因是說回看倉的時候 有些富商、豪強 佔山佔海佔領了很多資源 我們稱為鹽鐵山澤的資源 他們有錢到富可敵國 所以到了漢武帝時 為了解決這件事 由桑雲陽提議 各地設立了鹽官、鐵官和確沽官 就行專賣制度 所謂專賣制度 就是由國家去管理、生產和銷售 國有化制度 令地方不可以自己賣 所以可以令到收入增加了很多 不過仍然是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原因是因為 其實鹽鐵酒專物 變成民間上的 本身靠著這三個物質 去賺錢的經營者去新計 甚至因為本身政府經營都不是特別好 所以鹽鐵酒專賣的質素 也可以說是比較差的 可以見到其實 有些官營的 例如官營鹽的價格 甚至比私營買鹽的價格更加高 另外一個點 就是因為鹽鐵酒專賣 令到一些商人賺不到錢 所以商人和豪強地主 就走了去第二處 因為既然專賣已經無法再賣 就轉移去投資一些田產 導致其實漢武帝時期 令到社會的一個問題更加嚴重 就是土地建平 出現了貧寫無納椎之地的問題 第三樣東西就是關於軍書法 軍書法的原因是來自於朝廷的供物 因為其實每個軍國需要將一些土產 或者一些供物上供去驚師 但問題有時候就會 因為上供的時間比較長 旅途比較遠 或者其實他上供的東西 根本就不合中央的心意 導致了浪費 所以當時商人和豪強 又提出了地方上設了軍書館 軍書館會把這個 軍國進貢的貨物 首先 就會運到一些價格 比較高的地方 出售了一些 就變了錢 然後就可以把錢 拿到國庫 再把 其實朝廷真正需要用的 物品再賣回來 從中就可以賺到錢 也可以避免商人取利 當中又可以省一些運費 調節價格 令到國庫增加 但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包括了 其實有曾經說過 一些軍書官 為了追求一些利潤 向人民要了一些不生產之物 就是逼他們要了一些 他們買出來的物品 逼他們賤賣貨物 甚至用高價去買一些 官家想要的貢物 其實是違背了原意 因為本身軍書的原意 是想買一些真正有需要的東西 但現在就變成逼人民 要一些不要的東西 甚至要一些人高價賣回來的東西 所以可以說 其實有違了本身利民 或者是變民之義 接下來還有一個 就是評準法 評準是比較簡單的 評就是評益物價的意思 都是由桑黃楊去提出的 在經司設了這個評準觀 搜羅各個地方的物價 因為每個地方的物價 有點不一樣 進行貴賣、賤賣 為了調節當時市場 和中央的價格 那就可以評益物價 令市場的價格 不要太波動 但仍然都會有些問題 就是一些官商勾結的問題 有些官商 例如一些商人 更加是不理到這個評準法 自己將這些貨物 團積堆 即是儲買一堆 到有需要的時候才賣出來 所以變成物價非常上漲 有違了本身這個評準的意思 還有兩個政策 是關於商人的稅項 我們可以說是一些財產稅 針對著商家 就行算文 算文的意思是因為商人 有時候會把貨物 團積起來 那一刻不賣 等突然之間需要的時候 把價格提高賣出去 為了這樣而謀取物厚利 所以因為商人這個行為 令韓武德認為 其實要進行一個財產稅 每一個工商業者的財產稅 包括了商人、高利太者 每二千錢抽一算 一算是一百二十錢的 手工業者每四千錢抽一算 而擁有船和車的者 就納稅一算 而告文的告 其實可以說是告法的意思 頒布了告文令 鼓勵告法的 其實是有意隱瞞 或者虛報了資產的商人 只要他們做了隱瞞的作用 他們就需要罰書邊一年 和沒收所有的財產 而告法者更加可以得到 沒收財產的一半 所以在這件事裡面 其實很多隱瞞、報稅的人 大部分都會破產 而這部分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整個政策呢 有一部分可以令到當時漢初 是非常之增加國賦 我們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它 就是民不益負而天下勇搖 如果你認為它真的做得好 人民不需要加任何的賦稅 其實天下已經足夠用了 其實新經濟政策是很有效的意思 可以增加國賦 但仍然有人認為它是羽民生 即是新經濟政策有很多位 其實是人民應該可以主導市場 而不是由中央去主導的 下面有一點補充 例如如果你說是羽民生 可以說它根本打擊了工商業發展 例如你專賣制度和人民 都要靠這些賣鹽、鐵、賣酒 去經營自己的生意 或者下面的可能是平準均輸 所以我說是阻止了工業發展之外 有時候可能是一些貨幣政策 都偷工減料 而且平準官、溫習官 還有一些專賣官 有機會是和商人官相勾結 最後也有說到 就是有些商人發現賺不到錢之後 轉移投資田產令土地堅平 以下的問題都會在這些 新經濟政策之下發生了 同學可以想定立場 認為它是賺到錢幫國家 還是暗地裡有損當時的民生呢 最後就是關於漢武帝的武功上面 就是軍事和國防 當時漢武帝最大的敵人就是匈奴 剛才說了 漢武帝因為有匈奴的危機 去到漢武帝的時候 已經不會再和親匈奴 主動出擊 為了要打敗匈奴 當時漢武帝派了張軒 出示西域 因為西域其實就是匈奴的西方 所以可以聯合西域 叫做斷匈奴的右臂 另外 除了派人去西域 聯絡西域使者之外 更加主動出擊 派了衛青、霍去柄 三擊匈奴 最後成功收復河西走廊 設了河西四郡 除了匈奴這個大帝之外 他更加向南邊發展 南平八月 八月等於廣州這一邊 設了九棍 東征朝� 朝鮮就是現在的韓國 而同一時間都開通了西域 剛剛說的張軒開通西域 開始了絲綢之路 如果你說好的話 其實基本上 酷武帝的武功是揚威海外的 那時候我們有一個專稱 把酷武帝封為孝武皇帝 那樣是讚揚他的武功 超卓的意思 超卓的意思 可以看到其實後世的人都認同他的武功 但是另外一部分 可以說其實韓武帝是好大氣功 因為韓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期間 其實四十年都是在打仗 都是東征西土元氣大傷 令到韓室基本上是用盡了他之前 看初事前民警之治的一些積蓄 還有有人說其實用十年的積蓄 都不足以去供奉一個士兵 可以看到其實用了很多錢去養一些軍事的開支 而國力在韓武帝的時期又頂峰慢慢開始衰落 所以在晚年記住這件事 就是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反思 就是叫做輪胎之召 因為韓武帝發現其實他已經打了太多仗 身靈塗炭了很多人 所以他要下聚召忌 說自己不可以再打仗 那輪胎之召為什麼叫輪胎呢 原因就是他當時在西域一個地方叫輪胎 他就霸了當時在這個地方的一些屯樹 即是他不再在那裡打仗 或者不再在那裡駐兵 所以就在這個地方的支召 召的意思就是反省自己 在這個地方就反省自己 不再開僵僱 不再虛耗這個國力 所以最後這個東西都可以說是韓武帝的一大反省 如果同學認為韓武帝其實都算是一個明君的話 可以說輪胎之召 其實都可以兩邊寫 說他其實懂得反省自己 但另一方面你可以引證這東西 代表他很大喜功的 那就到這裡了